季子 这封信写给千里之外的好友吴赵谦 一个在北京的谦佛寺忧心忡忡 另一个在黑龙江的银鼓塔命悬一线 两人都不知道此生是否还有机会再见 顾贞观 江苏无锡人 少年时代就加入了江南有名的文学社 慎交社 这个社团由吴江人 吴赵谦发起成立 吴赵谦比顾贞观大六岁 两人性格完全不同 顾贞观谦和有礼 吴赵谦 桀骜不逊 两个热爱文学的人互相欣赏 结为知己 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的人生会因一场震惊全国的案件而改变 清朝顺治十四年 吴赵谦通过了江南乡市成为举人 就在他即将一展宏图之际 这场考试被人举报了 发榜后 有考生认为结果不公 直言这场考试必斗多端 诸考官贪财纳会 公然允许考生不翻试卷 无论古今 考试训私舞弊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顺治皇帝震怒 立即命令督察员会审 会审结果证实 果然有考官受惠讯私 这就是清初轰动朝野的兵有磕场案 第二年 朝廷在北京银台召集所有考生复事 整个考场刀枪林里 每一位考生都有两名侍卫看守 年轻牺牲的吴赵谦认为 如此对待清白之人 有失功勇 他在复试中交了白卷 吴赵谦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让他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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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